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来移植我的这些播种小苗 现在它们四个多月大了 显得很拥挤 我都是等土八九分干的时候才移植 这样子不会伤害根部 土太干或者太丝都很容易伤害多肉的幼根 叶子可以稍微修整一下 掰下来的小叶子也可以孵出小多肉 不要扔掉 每一次换土仪盆的时候呢 最好都加一点点的颗粒 我之前种的是播种土 然后现在呢 我会加一点点的珍珠盐和沙子进去 移植的时候可以稍微修一点根 因为都是新根很健康 所以不需要修那么多 只要稍微把旧土抖掉 这样子的话 长出来的新根比较容易适应新的土壤 我会加一点点的珍珠盐和沙子进去 我会加一点的珍珠盐和沙子进去 移植完之后 再稍微调整一下 然后有一些地方土比较少的话加一点土 小苗移植完之后 我会只喷一点点水 然后过两三天才会浇水 毕竟刚刚修完根 怕根部有伤口 如果太湿的话 很容易把小苗弄死掉